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定会搭上侠岚的 我不要像这只小蝴蝶 飞不高 飞不远 不错不错 有了目标了 就要坚定不移 加油努力 等我成为侠岚了 如果爸爸还不让我出去和小朋友们玩 到时候爷爷可要帮我 一定一定 到时候你爸爸 要是不让你出去 那爷爷也不让他出去 而且啊 等以后你参加侠岚选拔 参加神坠失恋的时候 爷爷就算再忙 也会去给你加油的 真的吗 爷爷说话算数 当然算数 宝贝孙女的成长大事 爷爷怎么能错过呢 嗯 嗯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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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坠失恋第二轮 第一场 赤天殿陈月 对阵朱天殿必停 伸出你们的左手 用你们的侠岚印记 触碰树干 就可以进入比赛场地了 陈月 加油 你才是最棒的 加油 加油 帝君 帝君 来吧 陈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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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月 加油 帝婷 加油啊 我相信你 哎呀 展指 你不要以为你的封名子 比我的口哨响 陈月就能赢我们帝婷 告诉你 帝婷一定瞬间放倒陈月 瞬间放倒不假 但一定是陈月放倒被停 吵死了 谁啊 谁啊 走 看比赛 看比赛 不良 陈月 加油啊 加油陈月 对 陈月加油啊 陈月 陈月 加油 陈月 加油 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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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躲开我的探知 没那么简单 啊 想躲开我的探知 啊 陈月的探知阵势可以移动吗 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 在你下山修行的那些日子里 陈月也没闲着 太棒了 陈月 一定能赢的 哎呀 碧亭是怎么搞的嘛 探知就探知呗 谁没个弱点呢 怕什么 发起进攻啊 碧亭 你还在犹豫什么 赶快放弄探知 找出陈月的弱点所在 这么一下子 比赛就能结束了 躲不掉 不好 干得漂亮碧亭 不能大意呀 陈月 终究还是难逃胜利的诱惑呀 这个给你 有了它 你一定能赢 一定能赢 就凭这根针 你不要小看它 有了它 比赛时你发动探知 找到陈月的弱点之后 一针下去 就能把陈月的元气 传递到你的体内 归你的所有 这样一来 不管陈月怎么纳气 都是竹篮打水 而你却根本不用纳气 就有源源不断的元气 供你使用 你要我作弊 我是在帮你 而且 这也是扰龙老师的意思 陈月曾经打败过五败之害 你要想取胜 恐怕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吧 要是你输了 那周天殿就会被淘汰了 你看着办吧 你 陈月 好样的 哎呀 碧婷她发什么浪啊 真是 碧婷 碧婷你没事吧 比赛时你发动探知 找到陈月的弱点之后 一针下去 就能把陈月的元气 传递到你的体内 归你的所有 要是你输了 那周天殿就会被淘汰了 你看着办吧 扰龙老师不来看比赛 却让龟海给我这根针让我作弊 换作平时 扰龙老师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不 不管是什么时候 我认识的扰龙老师都不会这么做 龟海也不会同意她这么做 可现在 究竟是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对我战胜陈月没有信心吗 确实 就像龟海说的 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战胜陈月 我也知道自己不能输 但是 通过作弊换来的生命 真的是我 真的是朱天天需要的吗 我该怎么选择 碧婷 拿出你的本事来吧 你不该就这么两下子吧 哼 别摆出一副你已经胜券在握的样子 还没完呢 现在是绝佳的机会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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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月 好样的 干得漂亮 陈月 来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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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瞬间放倒 瞬间放倒 陈月赢了 赢了 不会吧 怎么回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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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诶 碧婷 一开始我想发动探枝 了解你的战斗状态和弱点 后来 我发现根本不需要探枝 仅凭双眼也能看出你很迟疑 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迟疑什么 但我肯定 在你心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困住了你 让你放不开手脚 这样的胜利 我不要 以前在侠岚叙的时候 虽然我没怎么跟你说过话 但是我非常清楚地记得 每次上课时 你都会抢着坐在前面 抢着回答问题 凤雪后和朋友没玩耍的时候 最开心最引人周末的也是你 真诚直爽 我想这么形容你是比较准确的吧 可是刚才和你交手的过程中 我却感觉你变了 变得犹豫不决 变得心事重重 可能你不知道 小时候 我真的非常羡慕你 小时候的你 是那么的无拘无束 就像是一只自由的小鸟 雀跃着 飞翔着 而我 却像是一只被困住的蝴蝶 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飞出你道高枪 真的 那时 我真的很羡慕你 我曾经仰望着你 但即便是这样 我也从来没有放弃 因为只要能努力地飞翔 即便是弱小的蝴蝶 也可以飞得更高 卫子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什么危险 我都一直在坚持着 从没有放弃过 侠岚 老想吧 臭死了 我发过誓 我 绝对不会放弃的 太好了 我成功了 虽然 我就像是一只蝴蝶 但我也在不断地展翅飞翔 希望越飞越高 而你必定 也是一只自由自在的鸟儿 鸟儿 似乎应该被绑住翅膀的 无拘无束 飞翔在蓝天之上 还记得这句话吗 今天开始 你们就要在俠岚训受训了 我是你们的老师 叫做扰龙 嗯 你们也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谁先来 我来我来 嗯 我叫碧婷 父母都是俠岚 我家时代 负责训养海东青 我最喜欢海东青了 我的梦想 是像海东青一样 无拘无束 真遥降在蓝天之上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神坠试炼 第一次在神坠试炼上展现自己 也是我第一次和你正式交手 我不知道 这场比赛的胜负如何 但有一点我一直坚信 这场比赛 一定会是一场有意义 值得一辈子 珍藏在回忆里的比赛 碧婷 希望我的想法没有错 我的梦想 是像海东青一样 无拘无束 朕已遥降在蓝天之上 无拘无束 朕已遥降 真是的 没想到 居然会有 被清津大小姐教训的一天 不好意思 说了很多自以为是的话 不 你说得很好 谢谢你 陈渊 陈 陈渊 碧婷 接下来的比赛 我会倾尽全力打倒你 嗯 我也是 那是 不用在意 现在 就让我们没有任何顾忌的 好好地比赛一场吧 可 必赛你几个人 对了 陈渊 刚才你说的那些 我必须要提醒你一点 嗯 我可不是什么普魂冲冲的鸟 如果非要比喻的话 那我也是翱翔天际的万英之王 海东青 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小蝴蝶 你可要更好准备啊 哼 来吧 陈渊 来吧 一决上rad 一决上足吧 来吧 好 来吧 一决上足吧 一决上足吧 二决上足吧 书来吧 以明明无人